好像大家看到我的结像报告是没有写这个整合性课程设计这个字眼的 所以我想进行一个说明 因为对于我这个结像报告里面写的混合教学 实际上是关注的一个形式 是课上课下如何进行融合 而我们今天结像的是一个教学目标里面 教学里面的目标活动测评相一致的话题 所以它是不矛盾的话题 而今天这个这个结像报告里面实际上一半是细胞生物学 一半是生命科现在生导课 所以实际上是吻合在一起的 第二个说明是关于我提交的那个案例 我提交三个案例分别是线粒体液体免疫细胞和癌细胞 那个那个案例提交的时候有点粗心啊 这个坑是我自己挖下来的 所以待会我尝试自己把它填上 然后我是来自生命科学学院 我叫蔡亮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课题是那个 细胞生物学 整合性的课程设计 细胞生物学是一门专业必修课 它在2008年实际上拿到了那个上海市的精品课程的称号 而在2019年我们对这门课程进行了提升 增加了挑战度 所以变成一个也同时开设的荣誉课程 那么今天汇报的是整合性的课程教学设计 我从六个方面来跟大家汇报 可以看到这六个维度都在上面了 我先讲讲那个他们各自的那个学习目标 针对不同维度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那么针对一个核心知识点 实际上是传统教学中都已经关注了的 我们需要通过教学 就是学生能够把握整个领域的那个知识框架 能够把最主要的知识点给概述出来 本质上就是你在期末的填空题 填空题判断题 主观答题都能够答出来 这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教求 那么第二个层次是学以致用 那么学以致用对于以后要从事科研的学生而言 他们实际上要能够解释论文里面的一些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过程是背景是什么 可能原文不会写 但你需要能够解释出来 而对于不从事科研的学生 他需要知道 我今天学的这个细胞生物学过程 讲了免疫细胞 然后他以后不做生物学了 但他去医院了 然后化学爆炎蛋一出来 有红细胞白细胞 那他至少应该能够回答出 课上学过的这个知识 知道他们那个举出例子 这个白细胞是免疫细胞里面的什么 执行什么功能 这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是处类旁通 处类旁通我现在比较遗憾 这是主要还是围绕那些做科研的学生 他能够能够评价这个论文 因为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他是学 但是评的比较少 但如果你要能处类旁通 那你就要知道正确的知识是什么 能够写进教科书的知识是什么样 然后对于论文里面提出来的观点 到底是对还是错 他能够要进行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所以这个是第二第三个维度 那比较遗憾的是我的人性维度 在中期汇报的时候不是很好 所以我现在先不把它拿出来说 那么对于那个人文关怀维度 实际上因为他是关注了人以后的发展 所以对于那个有志于做科研的学生 他们是最好是对前沿有好奇心 然后选择生物科学去做以后的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做以后的那个职业发展 那么学会学习为度 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实际上 这个数学物理化学 都在帮助生命科学的前进 最近的那个技术发展 包括计算机科学 所以不断的有新知识 新技能和新理论的出现 那么掌握这些知识 肯定是不能局限在课堂内的 所以通过课堂教学 这些学生需要掌握一个 自我学习的能力 那么我需要通过设计合理的 那个教学活动 然后进行评测 确保他们在我的课上 拿到了这些 达到了这些目标 那么先先我们抛开那个人性维度 看一下对于这个 这个其他的五个维度的 教学活动的设计 我是怎么来完成的 那么对于核心知识 你可以看到我采用的方法 就是经典的 你要去看书 然后如果是在线学习 你要看视频 看完了以后 你要把我的作业做好了 因为作业往往不仅仅局限于 今天讲的内容 会把以前讲的内容也穿进来 从而帮助它构化整个知识体系 那么对于这个学以致用的维度 我觉得讨论一个论文 旧论文讨论文内在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 就可以用小组的方式 在实体课堂 我是很喜欢用白板的方式 来进行分组讨论 那么这个学期 这个学期的那个课 因为是那个在线 全部在线 所以他们是使用了 那个zoom的那个breakout 就是分小间来讨论 然后汇总围绕我的一些问题来 那对于这个举例的事情 是是看来 看在那个当时上课的时候 社会上是不是有一些 和细胞生物学相关的 那个社会事件发生 或者医疗事件发生 然后进行一些讨论 那这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 我会我会结合 每周讲的那个课程的内容 分享一篇 分享一篇前沿的文章 然后让他们 每个组轮过来进行评价 那么一篇文章 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 蛋白质的跨模运输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就选了最近会出的一个相变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无模式包器 一些功能来进行分享 同学之间进行交流和评价 因为这个这些是新出的文章 他没有写进教科书 很可能有错误 所以我让他们就用 他们的自己的观点 来进行发表意见 那么对于那个人文关怀的维度 我改了一下 就是他们也还是一个围绕文献的 但这个文献并不是我提供了 我鼓励他们自己分享这些 他们看到有意思的文章 然后因为 因为在一开始 我带着他们看我提供的文章了以后 有些学生 然后接着是更多的学生 就会自己把一些在微信朋友圈里面 比如说 BioArts BioReports 他们那些微信朋友圈的东西翻过来 然后有些人就会把原本翻过来 然后这个 他们自己这个操作的过程 是不和他们学分挂钩的 但是在这些操作的过程中间 可以看出 它实际上已经有潜在的 从事细胞生学研究的好奇心了 对于那个学会学习这个维度 我实际上是从反思这个角度来做的 因为前面有分享 分享往往是一个组 那我剩下的五个组六个组怎么办呢 他们不能闲着光听 然后在课堂里面 他们需要进入讨论的环节 但是在现在在线的形式下面 就需要合作撰写学习体会 那么合作学习体会 就使用云文档 一个文档打开十几个 就是剩下的五个组 会有十几个同学 每个人都要贡献几点 然后加在一起以后写完 写完了以后 请主讲的组再过来进行批改 批改完了 我再进行点评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及时的掌握了新的理论 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然后因为我 我只讲了最基本的知识 而这些新文献里面 前沿文献出现的东西 他们是自己学 自己反思 自己合作产生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 在这些过程中间 体现出了学会学习 这是学习目标 和学习活动的对应 然后接下来是学习测评 也就是说 我设计了这些活动 那么他们有一些教学 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说 我达到了这些维度的设计 那么对于知识体系 或者知识点的方面 是很常规的操作 课前的小测 那么现在在线的方式 实际上会有 基于Zoom的投票系统 然后实体课堂 那就是我问问题 他们给小纸片上来 作业打分 作业打分的话 很明显你答A或者拿C 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A的同学 我会把他的好的地方 在群里面 或者在e-learning上分享 那么其他的同学 会知道应该怎么答 然后帮助他们改进 那么因为还有一个就是 主要知识点里面 今年在那个在线的模式下面 我还还使用了一种叫闯关文字的那种 实际上我的视频是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 每个视频之间实际上 本来在课堂内是要讨论的 但现在没法讨论 那我也不能够改成选择题 让他们给一个固定答案 所以我就变成说 你看了第一个视频 把原来在课堂里需要讨论 用白板反馈的那个讨论结果 每个人单独思考 不不要去分书 直接把你的想法 用文字的方式提交过来 提交了这个以后 你才能去下一个视频 而下一个视频 一开始的部分 是帮你解答你的疑惑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他一方面能够及时的反馈 他前一个视频学习的效果 后面又再继续听下去 保证他五六个视频 连着听下去两节课 两个小时他能够不分心 然后我又同时收到了 他对知识的掌握 因为他听到问题 做出文字回答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知道答案是什么的 但是第二个视频的开头给答案了 这是核心知识 那么学语致用 这个学期没有做 但之前的时候 是通过一些加薪的题目 那么因为我讨论中的表现 会给他打分 那么以前在课堂白板的时候 我会给加薪的题目 讨论的好的 大家整个课堂里面 七八块白板一看 这个片 这个白板明显是好的 就会把那个平时分加上去 那触类旁通的方法是说 学习体会一方面是合作撰写 我也明确 每个人一个学期 需要完成一篇 对一个前沿文章的学习体会 他撰写 我建议他第三周第四周以后 就开始提交第一个版本 然后我给他反馈 他再回去修改 再反馈 那么学习体会的撰写 也是有打分表的 基于打分表来进行操作 然后 这个一直在操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一般的趋势就是 第一次交上来 可能只有三分两分 改着改着到六七分八九分 有些同学可能到九点八分 九点九分 然后在那种状态下面 他还在提交 他说我要到十分 我说你的中文不是太好 这个应该是多看一些 人民日报或新民晚报才行的 所以他也就放弃了 但但我觉得这个不断的 不断的按照那个打分表 按照我给的反馈来修改 然后知道学术撰写 或者说知道某些知识点 应该怎么来解释 怎么来表达更合适 从而 从而就不断的体会了以后 改出来 因为我没有直接说 你把这段换成这段 我只是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那么让他 让他应该是完成了 这个处内旁通的事情 而从那些每次学习体会的打分的变化趋势 我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人的处理旁通能力是很快的 他可能从两分三分一下子到九分去了 那有些人就是两分三分四分五分 怎么都上不去了 那可能这些人在以后 可能他可能不太会从事科研 因为我会在后面再追踪 人文关怀的维度 实际上是它的主动性 而学会学习的维度 实际上我现在是看不出来的 我要通过它后期的选择来看出来 这是学习测评 当然人文维度 人性维度没有讲 人性维度实际上是包括对人和对己 对人我是会把这些观点放进去 而对自己我会穿插这些内容 而对他人我会穿插这些内容 那么因为前面挖了个坑 就是我的S包材料 但S包的材料里面 实际上有这些内容的 我就以S包来稍微展开一下 你可以看到 123456789实际上是每一次讨论的主题 那么我错开的原因是 有一些真的就是知识点回顾 不属于人性维度的 那么对于上面展示的35678这几个点 可以看到针对了这些维度 那么灰颜色的左边 右边灰颜色的部分 是关于对自己的 蓝颜色的不是对他人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红了解决问题 和没有超进路的 这个实际上所有的科研都有 所以这是通用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对每一个讨论话题 都能够映射到多个维度上去 而比如说我一开始 基本上两三节课 我都会强调一次职业规划 那么乔布子死的时候 是把他的儿子拉到床前来了 说你应该去做生命医学研究的 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他做计算机科学 赚了很多钱 但医生还是治不好 他比较遗憾发出的 但这个对学生是有震撼的 那么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做私证 我们需要用身边人身边室来打动学生 让他们投入 那么在肿瘤抑制性的 我就举了那个许田老师 一个学生当年怎么样研究 发现那个抑制性 不需要在同一细胞发现 而在两个相邻细胞中发生就可以了 极大提高来症的发生的概率 那么同样 同样还有身边人身边室 这个刚才的是博士生的例子 现在是本科生的例子 就是在2018年诺奖还没有 2018年诺奖得主 在2017年访问了复旦 在那个诺奖还没颁布的时候 有些本科生因为追踪这些 这些教授的研究 对他很感兴趣 所以抓住了那些教授来的机会 跟他合影 跟他聊天 聊了两个多小时留下照片 因为他一旦变成了诺奖以后 全世界人找他就再也找不着了 所以那个2017年那次聚会 让那些学生就很自豪 因为他们留下了和诺奖得主的照片 那么这是癌细胞的前一部分 当然癌细胞后面还有 那同样还有身边人身边室 刚才是博士生本科生 然后还有教授 这边的IDO的抑制剂的教授 实际上是我们申科院里面的杨老师 杨老师他那个开发了IDO抑制剂 然后找公司 弄了很多很多钱过来 所以我就说这些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以后 我觉得会影响学生进行人生的选择 做完成我的教学 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们的 那么我最后想回到教学的目标上去 可以看到教学的目标一方面 是要改变他们的思维 这个我觉得很多的都能做到 另一方面要追求真理 我觉得所有理科的 或者说所有的有对照的实验的设计的那些研究 都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 因为你是well control的 那么最后一个实际上是比较难的维度 当然我刚刚跟大家讲人性维度 实际上也是尝试通过一些教学活动 通过一些教学测评 让学生完成相关的事情 那么说这句话的人是在2018年的 那个哈佛教授 哈佛校长的认知典礼上做出来的教授 那么哈佛校长当时讲的是真理和卓越 然后但那个真理真理比较虚嘛 所以后面那个董事会里面 那个另外一个华人利 他讲了很细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左边 这个五件事情都是能够做的 然后我觉得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些目标 整合到我的课程里面来完成这些事情 当然当然这个前面我是有两个说明啊 比较遗憾的在那个材料里面 我现在还有一个遗憾 实际上是关于教育公平 那个我的课程是服务那些 那个做科研的学生更多一点 那对于以后就业方向不一样的 在课堂里面怎么受益 实际上不是很好 现在的方法是平行班 把学生就分开了 我觉得还是混在一起更好 这样的话做科研的人的社会责任感 可能会更强一点 最后来进行一个小节 通过这次学习以及项目的运行 一方面那个通过文献讨论 然后探索了如何提升学生的多层次的科研能力 然后相关的相关的那个材料 也正在编写相关的教材 另外一方面是同学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融洽 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课堂 通过这个目标活动和那个测评的一致 使他们能够最终选择走科学家的道路 因为现在的诱惑实在太多 那么我还想说一点的就是 我那个结项报告是关于那个专业必修课 今天汇报的也是专业必修课 实际上我也有大类平台课做了这件事情 而那个实验课也做了这些事情 这个是全部会合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课程 那个学习整合性的课程教学 对我的帮助是真的很多 那么最后一个是 我也用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时间有点长了 我就到这边吧 谢谢